他玩的 贤苏集团上演大乱斗 只见一群男子频频就修 拿起摊价物品狂砸 还有人吃口咒铁价 蒙刺老板兄弟等 外头民众边吃宵夜 边看戏见之傻眼 他就是几个小朋友 一直来跟他讲说 欠钱不还 就翻几个桌子而已 用安全帽子这样打来打去 摄花就在台北市林摄子市场 18号晚上六名扼煞 来到贤苏集团弄事 不只动手砸点 还跟老板兄弟等 打了起来 警方动场只见 打齿搏的被害老板全身弑伤 一旁弟弟的臀部也遭铁架插伤 原来双方因债务撕破脸 陈姓兄弟党急欠网路 千赌求版约50万债务 杨姓兄弟多次索讨未果 救了四名友人 到对方经营的贤苏集团 侨债 双方也不合大打出手 根据了解动手的杨姓兄弟 跟北海老板兄弟 当时远方亲戚 从小一起玩到大 没想到长大后为钱闹翻 警方事后逮捕是按六十人 统统移送法办 记者张正名张妹子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